下来东西太慢 那你可以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可以把这个档 我把它下载下来 按右键另存新档 这边有另存 另存之后的话 把它存到 我是放在下载区 那你可以再把这个档 上载到你的云端硬碟里面 那你可以找一个资料夹 我是把它放一起 然后你按右键 可以上传档案 上传档案之前 可能要先注意一件事 就是请你把右上角这个齿轮 确定一下 他说将以上传的档案 转换成Google的格式 所以他会把那个CSV 也会帮你转成Google的试算表 以Sale也会转 主要当然要透过他的试算 他的Google试算表 才能够做开放资料的分享 所以第一步先把那个 记得打勾一下 第二按右键 上传档案 然后把那个什么呢 刚刚我们下载区的这个 下载的那个档案 你把它下载下来 把它切到清单好了 然后刚刚最近下载的这个档 应该这个 那你可以怎么样 把它开启 它就帮你传上去了 我这边已经有传一个了 那你再来打开它之后 这个时候CSV档 因为我刚刚打勾 所以它会直接帮你转换 转换成那个Google的试算表 那特别注意 转换之后呢 它才能够做那个开放资料 怎么样变开放资料 请记得 其实当然不只是CSV Excel档也可以 如果你要把一个Excel档 放在那个 就是Google上面 云端让人家分享的话 那你可以第一个传上去 第二个的话呢 发布到网络 它其实主要是透过这个 发布到网络的功能 可以帮我们产生一个开放资料 那开放资料里面的话 我们来做一次 这个档案里面发布到网络 接下来它会出现就是 你这个发布到网络 你要把它发布到 是不是整份文件 那理论上是 就这个CSV 那你要发布成什么样的格式 目前在Google的云端一点里面 它提供了至少有四种格式 第一种是网页 第二种就是我们要的 CSV 还有什么 TSV 那CSV跟TSV最大差别是 豆点变成Table 所以如果说将来 假如你希望给人家是直接Table 不用再转的话 那你就用TSV 还有PDF PDF就是 应该是只能够秀一个结果 反正就一个PDF 就是Publish在那个地方 那我们这个地方 请你假设你要产生的是一个 CSV的开放资料 选这个 然后按个发布就可以了 那因为我这个已经发布出去了 它会帮你产生一个连结 那这个连结的话呢 你就可以怎么样 直接复制 或者直接我们前往好了 前往你会发现 它其实就是帮你下载这个CSV 那其实就是一个开放资料 那你可以怎么样 把这个网址 假设你要把它抓下来的话 我是建议你就是直接贴到我们刚刚的城市的这个地方 开放资料的网址 另外的话当然未来如果说你希望让人家比较方便去抓取这个资料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缩短网址贴到那个GAT的后方 这样就OK 那它的那个encoding基本上是UTU8啦 然后OK 基本上呢 它的下载效率会比较高一些 我发现有时候官方的那个网站可能太多人存取了 那所以会有点lag啦 那再来的话呢就是喔 如果我希望把刚刚的那个就是结果喔 把它再塞到哪里呢 塞到那个Seqlite里面 那其实喔 其实就是我把刚刚的东西再做个改写啦 那Seqlite里面当然我就再利用刚刚的方法啦 反正大概就是 第一个是建立资料库 然后产生资料表的物件 再Create的资料表 然后我这边喔 用比较简单的方法 什么简单的方法 因为我们有四个栏位 所以四个栏位呢 那我的栏位名称喔 我就用A B C D 因为我想说 那取这个名称要取什么 常常要想半天 所以如果我们是练习的话 那干脆我们用最简单的方法 那个栏位名称呢 都叫A 就叫A B C D 四个栏位 所以基本上呢 后面呢 我第一个栏位就是A 然后它的形态就是Test B也是Test C也是Test D也是Test 那你想说 那里面有那个整数啊 就没差啦 啊这个日期啊 反正你抓进来之后再转型也可以啦 因为反正那个地方只是存 那我们只是练习 当然呢 如果资料量小一点差都没有啦 其实现在都跑很快 那当然呢 你会想说那资料形态 比较不正确有什么缺点啦 当然将来查询的效率会差一点点 不过我发现喔 如果你资料量少啦 方便为原则啦 OK 所以练习的话我们先求 那个可以看到结果嘛 所以我就A B C D都Test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把这些资料怎么样 分别在print出去之后 再弄一个insert into 然后呢 我的栏位名称就用A B C D Values 就是给第一个 特别注意喔 因为它是从list里面切出来的 所以呢记得 list跟放进去我要自串 所以外面我有包一个转型 如果你没有转型的话 程式会发生错误喔 特别注意喔 一定要转型喔 然后把第一个 第二个第三个 第四个 放进来之后 再把它执行 然后commit 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资料就一笔一笔的被写到 我们的那个 SQLite里面看到结果 OK喔 所以网路上的资料呢 也可以很顺利的把它塞到里面 那再来呢 底下呢 我们就一样啦 所以后面 基本上我这边多讲了一个 发布到 这个网路的功能 所以以后的话 你也可以 自己成为一个 开放资料来源 那你不用加Server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怎么做喔 第一个 先设定一下这个 将什么 那个所有的 以上传的档案 这个要打勾喔 如果没打勾的话 记得打勾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然后再到那个 上传的那个 档案里面 会有个发布到网路功能 那你就找那个 整份网页 或者整个文件里面 找到那个 用CSV 然后把它发布 这个时候呢 你的 档案 上传那个档案 就会是一个CSV的开放资料来源 这个其实 我觉得蛮方便的啦 因为喔 以前可能很多地方 都要架自己的Server 那自己架Server 其实是非常 麻烦的事情 即便有啦 有的时候我甚至 我也不放到我Server上 反正我的频宽 可以留着 用在别的地方上面 那如果说 反正Google的频宽 其实也蛮大的 你不用它 那它还是会用在别的地方 反正就是尽量善用一些云端的资源 那这个部分的资源也是免费的啦 你也没有什么费用的问题 而且我用了这么久 我发现还蛮稳定的 速度又快 它又不用钱 多好 所以以后的话 你要发布一个 这个开放资料的话 其实倒不如可以善用 那利用这个方式的话 那最后也可以 把前面的东西 我们用我们自己的开放资料 然后把结果呢 一样写入到 那个 我们的Seqlite里面 请各位试一下 把刚刚讲的部分 也把它综合试 就是再把它练习一下